体育江湖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4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体育江湖,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3月3日晚,感动中国2021年度颁奖盛典揭晓 田径名将苏炳天入选2021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在颁奖典礼现场,苏炳天表示 自己从事的这个体育生涯已经足足的17个年头了 我是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走出来的 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这个体育的这个体制 我可能没办法走上体育这个道路 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在体育这个道路上面 已经引用很多的先进的技术 我们的康复,我们的医疗 包括我们现在的科技助力训练 其实有了这些才让我苏炳天一步一步地 走上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百米决赛赛场上面 所以说我这一路以来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祖国 CBA常规赛的一场强强对话 联盟榜首辽宁对阵排在刺激的上海 双方目前仅相差一个胜场 韩德军本场复出并手发出战 郭艾伦继续印上确证 一开场,前半段双方难分伯仲 上海突然断电 辽宁多点开花打出12比0的攻击波 此后双方展开拉拒战 半场战罢辽宁55比42领先13分 下半场,辽宁多点开花打出11比3的小高潮 一度将比分拉开到20分以上 第四节,上海大局反击 打出18比4的攻击波 一举将比分反超 双方比分交替领先 争夺陷入白肉滑 韩德军六贩离场 王哲林关键时刻四伐锦衣中 刘征关键时刻破坏辽宁的进攻 带领球队完成逆转险胜过关 取得五连胜登顶榜首 F1红牛车队宣布与新科世界冠军 荷兰车手维斯塔潘续约至2028赛季 红牛车队透露 双方此前的合约截止到2023赛季 此次签下的是为期五年的续约 据BBC报道 维斯塔潘的年薪将在4000到5000万欧元区间 这也将是F1历史上 总价最高的一份车手合同 2021赛季 维斯塔潘凭借在收关站阿布扎底站 最后一圈的绝杀 力压期贯王汉密尔顿 拿下F1职业生涯首个年度总冠军 北京东藏奥会即将开幕 说到残疾人运动员 他们的精神和故事尤为动人 东京藏奥会赛场上 一位失去双手的运动员用牙叼着球拍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位选手名为伊布拉辛哈马托 今年已经48岁 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用嘴打球的乒乓球运动员 被外界称为不可能先生 这样的热爱连马龙都表示十分敬佩 Dade Up看热搜 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 我是江湖Up主 今日热搜 徐梦桃一年前就开始囤兵敦敦了 北京冬奥会结束后 正在隔离的徐梦桃更新微博表示 聪慧如我 提前一年就开始囤兵敦敦 想知道我都囤了哪些吗 视频里他表示 在整个冬奥 坤其实也是一吨难求 就是在冬奥会没开始之前 在网上有旗舰店开始卖兵敦敦的时候 我其实就已经大量的买很多很多周边 笔袋啊 还有会章啊 水杯啊 雨伞啊 果套啊 包括书包啊 就所有的周边 基本上上新之后我都会买 所以在冬奥会之前的一年 甚至一年半里 我已经有大量的周边了 网友表示 这才是真正的冰敦敦大货啊 精彩比赛不错过 每日我先看 2022年北京冬奥奥会开幕式 将于今晚精彩亮相 开幕式以生命的绽放为主题 在80分钟左右的时长内 顶持残健融合的理念 通过十多个厂商环节 在温暖 感动的氛围中 展现残疾人对更美好的生活 更包容的世界的不懈追求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体育江湖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未洩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